今天就問問黃之鋒做過訪問的 不好意思啊 之鋒 我知道你現在都很忙 就站了整大半天了 待會你準備去遊行 之鋒 我想問一下你 今天呢 為什麼會被警察推到呢 就是推了去落地呢 今天呢 其實警方是在市民遊行中的時候 現在在市民遊行中的位置呢 就是設置了一個TIPA區域 就令市民的空間收窄了 很多老人家等了一個半小時身體不適 有中心的迹象 之後我進去那個TIPA區域那裡 我跟那個警察來的就說 你要設置這個問題 你可不可以通知了民陣先 你可不可以問了市民先 警察的回答就是 這裡沒有你的事情 你出去吧 這個TIPA區域設置下 但他又沒有任何的國民產期間 之後我跟你們說 你解釋先吧 我們都是講道理的人物而已 就是一個人這樣抗 一抗 然後我成雙手抗 一個白衣的警官 抗完我們之後 就有綠色的警員 走過來圍著我 好像想裁我就是這樣 那我會問就是 我又沒有抗貨 我又沒有搖這次法 又沒有控控警察 我又沒有人身攻擊 又沒有粗口麻煩 和你非非都被你民放地 那些警察 知不知甚麼要尊重 知風我也簡單問你一句 你只是一個很普通的學生 你準備要公民抗民 你準備要犯法 你亦都可能要有一個 控授 是法力的控授 那你自己現在的心情是怎樣 我的心情就是 今天運動 希望全力以赴做到最好 希望能夠用最安全的方式去到特首法 因為我們真是天天 7月以赴9點鐘 接梁振英國 知風我想也問一下你 你現在說你自己其實都未成年 幾個月後才18歲 你現在要面對這樣的決定 你心裏面其實是否 即是有沒有想過 是有一種掙扎是不想做呢 我自己選擇 我覺得採務狂態 我會組織公民同行 發起一個很申請的任務 我要扶回法力負責 這是我的責任 亦都可以對我作為負責 最後我們都希望 你自己有什麼想的說話 想和大家說 我要更加分 多一個人 我們就會更多一筆的信心 多一個人來支持我們 我們就會更多一個安全的寄訪 希望大家 有願望 不要走著 撐我們去特首法 謝謝你 希望你能夠可以 現在你都很累 希望你都能夠抵抗一絕 謝謝